今年已经是2023年了 距离字母哥上一次夺冠已经过去两年了 当年一脚经江山 总决赛顺利夺冠后 所有人都以为字母哥的时代要到来了 毕竟有冠军 有总决赛MVP 同时手里还握着两个常规赛MVP 才26岁的字母哥 实在给了人太多的遐想 因此尽管小黑子下了鸡脚 但除了两碗球迷以外 大多数人还是肯定字母哥的 然而两年过去了 每分每秒 那一脚的含金量都在上升 直到今天达到了千竹筋的纯度 在自己的主场 裁判送给他23个罚球 他竟然输了 未经嘴里的饭都能吐出来 4月25日熊龙VS热火祭祀 巴特勒砍下56分 率领球队3比1拿下赛点 当时我点评说黑帮将至 还有不少球迷认为熊龙能翻盘 理由是热火队已经严重透支 并且两个重要球员 西罗和阿拉底波 双双赛季报销 阵容实力和深度都有下降 本场比赛就是证明 乐福 洛瑞 阿德巴约 三人先后六番毕业 热火队连一些板凳末端的球员都用上了 结果熊龙队还是赢不下来 1比3落后的巨大压力 压垮了字母哥脆弱的内心 以至于在最后他唯一能仰仗的还是那只大脚 他想起了二人眼倒在这只脚下的欧尔 以及黑脚所带来的荣光 如果没有那一脚 篮网队不会解散 哈登不会带伤打球 不会从巅峰跌落 欧尔也不会沉迷修仙 在整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杜兰特也将打破格林攻势 而不用将天赋带往菲尼克斯 可以说那一脚直接改变了整个联盟的格局 然而随着字母哥被黑疤 其色力内人的本性也暴露无遗 从此他的身上又多了两个标签 一个叫黑脚冠军 一个叫逆风蔡许昆 再也没有人将其视为詹姆斯的接班人 与詹姆斯相比 无论是实力还是意志力 他差的都太远了 詹姆斯当年面对立军三季头 能够死亡之同逆转晋级 总决算面对勇士三季头 能够一比三逆转创造历史 而字母哥 当他陷入绝境的时候 只会想起自己的黑脚 两年了 是时候把金学奖搬给字母了 因为内脚的含金量真的很高